在这个实验中 我们将会量度并联电脑中的电流 首先我们会研究通过电池的电流 和通过分支的电流的关系 以并联方式接驳灯泡和安培计 按下开关 利用三个安培计 分别量度通过电路不同位置的电流大小 由结果得出 在并联电脑中 通过电池的电流和通过分支的电流并不相同 通过电池的电流相等于通过各分支的电流的总和 接着我们会找出并联电脑中 电阻和电流的关系 将两个灯泡接驳到电路的其中一个分支上 按下开关 量度通过电路不同位置的电流大小 由结果得出 只有一个灯泡的分支有较大的电流通过 这是由于该分支的电阻较小所致 事情量度如何使用问题 变成ей的信息